小仙仙 我等不及了 我们现在就动房吧 杨静 你不要过来 不然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我的傻老婆 好好睡一觉吧 有老公在 没人可以欺负你 大皇甫 你怎么样 是你 你好大的胆子 看在令清仙的面子上 在羽化皇宫我已经饶了你一命 没想到 你又跑来坏本皇子的好事 是吗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吗 哼 既然跑来找死 我岂能再饶你 幽老 明老 给我杀了他 太弱了 什么幽冥二老 在我眼中一样是蝼蚁 什么 你 不是五圣一重天 看来不能再留守了 出绝招 灭了他 小子 能逼我们使出这幽命之门的 你倒是第一人 去死 你想干什么 快拦住他 给本皇子拦住他 数死 竟然杀我盘武大皇子 你就不怕挑起盘武神朝与羽化神朝之间的战争吗 什么 你们盘武大皇子明明是在归途中被一位神秘人袭击而死 而这个神秘人虽被你们击退 但却留下了一枚令牌 嗯 你想嫁祸八荒神朝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会这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拒绝的权利 老婆 你醒了 嗯 怎么回事 我不是在跟随杨靖去旁武神朝的路上吗 老婆 是君上前辈救了你 哦 什么 居然是君上前辈 小妹 君上前辈可与你留下什么联系方式 这些年前辈为我们皇室做得如此之多 想来我们主持应该当命感激他 我并没有见到君上真身 甚至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的手 我只记得当时一道圣威袭来 带醒来便已是回到公主府了 哦 这样的吗 那好吧 既然小妹你已平安归来 我们也就放心了 那你好生休养 我们还有些正事要处理就先走了 呵呵 果然如大皇兄所言 君上为令清仙出手了 看来没错了 令清仙绝对与君上有关系 不然君上没有理由为他得罪盘武神朝 哼 差点就相信令清仙那贱人的话 一边假装放弃神主之位 一边却联合军上出手 他这时想要在不妨出关时 彻底摆我们一道 既然已经确定了 那就休怪我们无情了 是时候找机会将令清仙解决掉了 死人是坐不上神主之位的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对于此事 我有一个好想法 如今有军上这个局势强者在 我们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杀令清仙 万一惹破上身 得不偿失 但我们却可以将主意达到那个驸马隋风身上 若是隋风能帮我们杀的小妹 便再好不过 黄兄是不是糊涂了 隋风与令清仙两人感情深厚 怎么可能会为我们出手杀了小妹 呵呵 难道你们忘记了令清仙的母亲 洛伊人是怎么死的了吗 黄兄的意思是 九尾妖狐 哦 不错 我们可以联系外妖神朝的九尾妖狐 他们是靠用和患的方式来唏嘘无扯的修为 来增强实力 相信 只要我们再拿出一些选赏 他们会很乐意帮我们魅火隋风 只要成功魅火隋风 定会在情迷之下杀得令清仙 而到时 我们再顺势斩个隋风 到时死无对证 谁也不会知道 此局乃是我们所设 哦 好 黄兄这计测果真是妙啊 诸位皇帝 好消息 有九尾妖狐一族接受了我们的选赏 不日后 便会潜入皇宫 去诱惑那驸马隋风 一旦成功诱惑 他定会鬼迷心窍替我们除掉令清仙 好 令清仙 跟我们玩暗度陈仓是吗 这次纵然是君上也难救你了 同时下去 这几天的皇室守卫放松警惕 方便一下九尾妖狐一族败事 终于晋升到了八重天了 看来黎吴迪又进了一步啊 仙道次数已刷新 多过了凌晨了吗 哎 强迫症又犯了啊 不见到估计是睡不着了 什么人 公子 救救我